早安 早安 晚安 來關心天氣狀況了 今天全台灣天氣都比較穩定 那我們來看後頭記事影像 這個是從碧山岩所看下去的 台北市夜景 現在已經燈火通明了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全台的最高溫 跟最低溫出現在哪裡呢 最高溫依舊是在高雄內門 34.4度 新竹而美14.8度 那明天天氣會有變化 而且啊這系統蠻複雜的 因為呢有南方的水氣要北台 所以全台灣都有機會下雨 從雨區暴土詳細來看 從白天的時候呢 中南部雨會先下 所以明天外出就要帶傘了 南方雲氣的影響之下 中南部不管是平地山區都有雨 甚至東半部也有水氣 那明天晚上北台灣才開始下 因為到時候微弱的封面通過 明天的入夜到後天的清晨 北台灣也會出現水氣 幾乎呢可以說是明天一整天 水氣是從由南到北的下的 那整個溫度方面 從北東地區先來看 你可以看到未來這一周天氣都不錯 高溫幾乎都是有占上快30度 那不過低溫的話呢 大概都在19到20度 這溫差有10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依舊是相當的暖熱 但要留意明天外出帶傘 高溫都有31度左右 低溫也在20度上下 幾個懶人幫我們要提醒了 這雨是由南往北全台都會下 外出記得帶傘啦 早晚偏涼可以加件外套